资深艺人郑惠中很呼文化部长郑立军事件延烧,和郑惠中是旧事的艺人方骏,说他私下其实很温柔,但暴力旧事不对,曾是电视台同事的的向娃,透露年轻时的郑惠中,说话就很直接,而郑惠中也被启逼,曾当选台南亲善大事,和暴力形象大相径庭。 方骏,暴力方面都不要啦,我们是一个很祥和的嘛,我觉得人没有必要动手动脚,太夸张了,哈哈哈哈直呼真太超过了。 资深艺人方骏,22日同样有出席关怀演艺人员春节参会,虽没有看到政会中当众掌博文化部长,但认为暴力旧事不对。 方骏,方骏,之前有跟他同台过吗?有,每次聚餐都会在一起啊,私下蛮好的蛮温柔的,吓一跳,吓一大跳。 王彩话,不可以有暴力,有想要发泄你会用这种方式?我会念经。 方骏和政会中其实是旧事,也常聚餐吃饭,很呼巴掌,也让他料想不到,而和政会中同事终是签约艺人的向娃,对于他的行为也不能苟通。 向娃,印象中,讲话也蛮直接的,毕竟很多的长辈在那边,会场,有什么不满我觉得你可以,透过很多方式去表达。 白冰冰,活动,人家来关心我们怎么这样啦?白冰冰听到更是相当惊讶,传出政会中曾加入白狼的统促党,不过并未获得本人证实。 而政会中出面道歉,其实前后说法不一。政会中,我本来想要赏他两巴掌,想了好几个月。 政会中,我没有说打一巴掌算便宜他,以后应该也不会,因为我是一时冲动本来说筹划了好几个月, 22日晚间又成了冲动形式,也否认要打两巴掌,前后对照打脸自己。 67岁的政会中曾在23岁时当选过台南观光亲善小姐第二名,和暴力形象大相径庭。 1987年发生严重车祸,造成一名诚信司机死亡,自己也度过多年轮椅,复健后至惊人的依靠拐杖行走,没想到相隔30年,再惹争议。